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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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CL高 那這一場要講的是 就是 有沒有在這邊呢 不知道什麼是零食陣子 沒關係啊 OK 那 我是CL高 我的興趣是寫程式 然後換位權 最近成立了臨時政府 那什麼是臨時政府 其實就是 我們想說把GNB的 把GOP的VOL改成那樣 然後可以有一個 從零開始思考政府的 一個感覺 然後就是 同時也是說 我們是數位元政時代 重新去用 我們習慣的方式 並不是看不到誰知道 今天有Costcard 然後去想說 欸 政府其實應該 怎麼樣可以運作得更好 然後資訊怎麼樣可以更通 那主要GNB辦的活動 是黑客宗 就是大家直接來做事情 然後就說 欸 我有什麼想法 然後需要什麼人幫忙 所以 一連覆默的 當然了 然後 下個週末是 第四次的 國民大會 黑客宗 可以看到這次是 台灣歷史的一些事件 就是黑客宗的一次 那為什麼是第四次呢 因為第一 最前面那個是第兩次 所以 大家其實應該都知道 從前開始成的 然後 OK 那黑客宗 其實 嗯 重點就是說 試圖去 讓資訊更透明 然後 在進行的方式 去做進化 就是很像 FokenSource Project 就是大家 欸 什麼大法拿出來做 然後也沒有說 有一個 Gran Agenda 先做A 先做B 下一步說C 就隨便拿1 這樣子 那 那 基礎建設 查一下蒙點 查不到這個字 那如果你正是蒙點 這樣輸入 習俗建設的話 會出現 國家資訊 其實跟我們 他講的主題也蠻像的 那 那 其實你現在大概 有出現過IRC上面 大概有三百多名 那 嗯 所以 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沒有很多人是不同的 專業不同的 領域 甚至 就算是技術人員 用的技術也都不大一樣 那要怎麼樣去快速的 可以找到說 你的夥伴可以 跟你做同樣的研究 或者說有沒有人 為什麼放來做到一半 我可以幫忙 那這個是 目前技術上面的成員 相當多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 Deeple Registry 你可以去調說 欸我的專業是什麼 所以 你就寫到 欸如果我會JavaScript 我會什麼 就把它調出來 那這個是在線上 那 因為現在就是 黑客中文還蠻 蠻熱鬧的 所以我們想說這一次 我們就來定那個實體貼紙 就是貼紙上面 就是 譬如說 JavaScript或是DHP或是什麼 那你 報到的時候 你就貼在身上 為什麼 這個Tab 可是是貼在身上 那 嗯 可是其實 其實 除了 Programming Language之外 其實我們 還有人是用不同的 譬如說是 Txt 那 所以 這一類的人 他們也可以標準自己是 Txt 誒我會的語言比較第一次 那 明天下午 那個語昌 他會講一場 就是 改變 就是 那他應該算是 Txt 其實蠻多文件 或者是一些 社會觀察 那 除了 Txt 其實還有 JPG 使用工具 使用工具就是 Illustrator 或者是 Photoshop 之類的 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最近那個 那個 有一張圖片 哈哈 吳茂克 協議的 這個 就是這種 他比較黑箱的 就是他沒有通過民主程序 還就簽了一個文件 然後就說 現在我們簽好 要不要接受這樣子 那 那 其實 這個事情就是說 有一群人 覺得要來 推動這樣的活動 然後就有看到 所以這邊有人可以幫忙 那 有一個非常厲害的一體步 就畫得非常厲害的圖 那 可是我覺得 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說 就是說 在這個圖被創作的時候 它是非常像 一般 就是我熟悉的 我會說我是軟體創作的方式 然後它是 很早一個Prototype 就被裏述出來 它只有一個線條 光線條 然後大家可能有些人就給自己帶說 欸前面 好像 我記得好像開始是一個懸崖 就是在走過去就掉下去 然後可能有人覺得 太誇張還是怎麼樣 然後就說 欸草地好 然後去到什麼各行各業的小人 他們的特色是什麼 就 就變成說 它這個圖 它其實也很差 也是因為我們所有的計劃 那它也用一個 非常 非常Liberal的 license 釋處 叫做 Do what the fuck you want about your license 就是說你隨便講 幹嘛就好 都可以 也不用標注做的 是誰 OK 那 可是其實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就是說 其實距離第一開始 只是 我們幾個朋友 想說 就是最近很鳥 然後就想做點事情 本來想說 約30個人去一個咖啡廳 去看可以一下 他可以做什麼 一開始我們是做那個 裝這麼多運算的釋處畫 好 OK 那所以 所以一開始其實我們常說 大概 Skill是30個人 然後我們就開 那時候開始 用到一個 主部叫Hackpad 那最近應該蠻多人用 那時候剛好看得到 就想說 來游游看 因為它是一個 就像路過大學這樣 可是它比較 沒有那麼多Editing的工具 就是說 一些Style 比較單純一點 沒有那麼複雜 那它速度比較快 然後 它有好處是說 然後我寫上去的時候 嗯 就是它的那個 Other Highlights在下面 它就會直接標出 這一塊是誰的心 滑出以上 它就會顯示出來 那他想說 欸這個工具不錯啊 大概二三十個人的話 蠻適合的 那結果 就是 我們就開放爆門 然後結果就大爆門 然後就 一大堆人提了很多很多 理解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然後 然後 這是第一次 辦Hack Song之後 我們就 就很誇張 然後 那想說這樣不行了 因為你每次要找一個 project 就要score到不知道去哪裡去 它雖然是 有一個 稍微像index的工具 你可以找一個score 可是 就不是很好用 所以 這個是第0次 那第一次的時候 我們就 吸取這個教訓 想說 那不如我們用 看看這個 google folder google docs有一個folders 然後是一個 蠻少人知道的服務 就是 就是 你可以把那個 document organize在一個folder裡面 然後你把整個folder share 好 那這樣其實還蠻方便的 對不對 因為 就是 你有一個總欄 而不是說 你要開 這邊有10份文件 你要給人家10個link 那可是這還有一個問題啊 各位 如果前兩年有參加 postcard 應該都會有那個 共用欄的包 大家會上去點擊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很快就會 他好像超過50個人 同時連線的時候 他就會說 現在太多人連結了 你只能read only 天啊 就破壞了 那 他還有一個問題是說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左邊這個 排序 他那個folder 沒有辦法排序 所以我們就回到google 時代 那個檔案名稱 1-1-2-2 就排序 非常好笑 所以 後來就是 這是第一次的時候 使用的那個 寫作工具 那 就覺得 嗯 蠻麻煩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 可以 organize on the info room 然後 就是大家可以share 然後使用上 又不要這麼多限制 好 那 就用了 這個人做的 其實有一個 就是他其實就是一個 spreadsheet 然後第一個column 是 URL 第二個column 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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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是 然後就是做一個簡單的 路來把它 render出來 就是hack folder 那 這個 這個hack folder 它的好處是說 譬如說 如果你的bag不夠大 的話 它預設是 realme mode 所以你按了這個 Edit之後 它才會把內頁改成Edit 不過主要你看 好像 不夠大好像改了什麼東西 會讓這個問題 所以 現在用不夠大 很麻煩 那 那 那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右邊這邊 就是等於用 剛才那個 那個 eastercard裡面 你搜尋 就是 你把那個 UIL打進去 它這邊就會變成一個folder 所以 如果想用的話 可以試試看 就是 我知道有人 去整理自己的文件 然後一直用這樣 譬如說 那 當然 這是一個 所以 我一開始 隨便做一個protein 各位看到這個 還蠻漂亮的 都已經是有很多人 把它improve出來的 那最近呢 這個 這個 又有更多人 加入這個project吧 把它變得更美化 它右邊是現在的版本 那 那我們現在 就是 嗯 就是 EPSON有一個 有一個portal 就是在HAPP 就是上面有所有 每一次EPSON的資訊 然後大家放上去的一些 想法 或是說 剛才看到那個 EPSON的EPSON的 EPSON的資訊 那 就是 這應該是 這是 這是另外一個project 小命關心理 好像這次沒有通 可能會得到來聽透 小命關心理 他們 這個project 他本來只是一個配置 那他越長越大之後呢 他也需要 稍微分一下 變成說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 戰略目標啊 或是其他野生功能 他就來用 PackFord的整理出來 所以他可以看到 蠻清楚的 那 這邊是另外一個project 是 listening listening 稍微晚一點會這樣 他們也只用這個去整理文件 好 文件有了之後 你叫找人 找人的話呢 就是像剛才說 叫做people register 然後又tag 好 然後就是 這個就在 那個hack順域上面 你可以點號 就是所有的人 然後你可以點每一個tag 他就會 就是filter出 有包含這個tag的人 那些 然後 不過這個 這個可能還需要一些improvement 因為現在就是 很簡單的列出來 然後 上面 比如說contact 他其實資料已經有 只是沒有認得出來 但是我們 我們稍微有這樣的時候 到不管是現場 一個從現場 或是說 在IRAS上你就比較容易知道說 欸誰誰誰會什麼 那 你可能就可以節省掉很多時間 就是在詢問說 欸你是寫什麼 之類的 OK 那 那有了people跟這些文件之後呢 就是 我們想說要有一個快速 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有什麼project在進行 然後 哪些project需要什麼人幫忙 這樣子的東西 那是那個epop他就 就是用這個東西 畫來一個mockup 就是說 我想像中 他應該長這個樣子 就很像 就是 早上講的做夢 對不對 結果有一天 那個sob 不知道為什麼 心情不大好 他就說 好啦把這個變成真的css 好了 所以他就把它變成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用的是 那個 亂書夾回程式的器 所以這是一個假的 OK 那他做完之後呢 我就接著把它 deploy上去 變成 一個真的quadregistry 那目前這個project還蠻陽春的啦 就是說 他的做法是說 你在一個github request裡面 加上一個github.json的話 然後你跟這個系統講說 如果這邊有一個github project 然後你扣進來 他就會把它抓進去 然後把這些mah data 抓起來 然後看怎麼樣rend得出來 所以 這個 這個 以上講到的這些hub 就是 就是 包含 project 或者是people 還有文件的整理 就有好多人幫 這個 才有現在這個 算是蠻不錯的技術建設 不過當然還需要更多人幫 所以興趣的話可以 看看可以做什麼 那其實接下來有一個想法是說 因為每一個project 所以他可能都自己有一個github 然後可能都開了很多issue 那我在想說 可能想一個共用的 一個issue timing的機制 譬如說 我是Aparger 那我現在需要 可能解決一件小事情 這件小事情 可能是修一個document的事情 那我就tag一個 bitesize 的task 就是說 這個task是一個很小的 大概一個小時那一個 然後 然後 看用什麼方式 從剛才那個發覺論 就是去把 那些task 就是用這樣 aggregate起來 就是說 我現在我有一個小時 要幹嘛 我會什麼東西 那這邊可能就會列出說 有好多好多事情可以做 或是說 底下 我是有半天的時間 大概可以做什麼事情 有點像這樣 那這還沒做 所以 有興趣可以幫忙 那剛剛講到那個mechat data 就是在 可以自行的那個 GDD點.json 那它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如果看到這邊可能 你會覺得說 什麼叫做一個GDD project 就是 我任何開了一個project 可以做GDD project嗎 你只要它是 我們新定義是說 它只要是符合 分手的license 或是一個open 的content 就是說 你的license 可以讓人家 開放使用的話 你就可以稱它為GDD project 那至於 你為什麼要稱它為GDD project呢 這可以由你自己去決定 你會覺得說 欸 我是不是用這個 董蓋內很酷啊 或是說 在這邊可以找到很多人幫忙啊 這個 好處 或是說 你覺得這是 好像有點反政府 其實我們沒有反政府 那 就是 就是壞處 那你就不想拿用 那也沒關係 就是自己決定 但是定義上就是 你只要 會收拾愛神的聲音 然後 那有些方向 可能是和 不管是民生啊 或是說政府 公民治理啊 監督啊 那種相關的 可能會 你比較會想要叫它 叫GDD project 所以 但是這個主持人 你只要速度這個定義就可以了 好 OK 那因為一開始 就是開啟 就是開啟 開啟做GDD相關的project 之後 蠻多朋友都是 可能算是這個圈子的 open source的朋友 那大家習慣的 聯絡方式就是IRC 那 大家知道IRC 對於非宅圈的人來講 實在是太宅了 對 就是 你怎麼跟 就是說 呃 就是說 你的朋友他是一個 雙文系號 欸 你上IRC來看我們聊天 什麼 對 所以就有人做了一個IRC的 的 就是在web上面 可以直接看到這個介面 然後你可以 就是 它還是會一直score 就是有新的訊息 才會出現 好 好 那其實現在有一些 整合的service 做得還不錯 嗯 譬如說這個是 IRC Cloud IRC Cloud 它等於是有一個 service 它幫你掛IRC 它是一個web interface 然後你從web 或是手機上 你就可以接上去 然後可以看你底線的時候的訊息 然後可以看你底線的時候的訊息 基本上就是像我們 平常用service bar IRC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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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 不過它其實應該是要受費的 但是它現在是在beta 所以 反正大家盡量用 但是需要invite 所以 可能要找到有目錄 那 不過其實 因為看到這個覺得很好用 我在想說要把它 integrate起來 就是 嗯 目前你如果去 剛才講到那個hap 去NBTW 就是說 那個hub上面看的話 在 最上面其實最有聊天室的連結 那它其實是開了一個 那個QEIRC的 iFriend 在那邊 所以其實現在對於 Nontax 從這個檔頁上要進入IRC 應該是蠻容易的 因為你只要點聊天室 然後打入你的NIC 然後join 就開了 所以其實應該也是降低蠻多的 補坦的 那所以 就在想說 接下來可能是把這個QEIRC 還成 有點像 IRC Cloud那樣的動作 就是說這邊有一個service 那你只要register 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用 就是一個地方掛IRC 然後它就 就是在那個channel裡面 然後甚至有人傳訊息給你 就像Basebook一樣 會有一個訊息出現 這樣子 OK 所以留進去也可以 好像已經 上次已經有人要討論 可能說那個ecom 飽滿之後 就要來幫忙做這件事情 Aline有在這裡嗎 沒有 好 沒關係 回去再推它 OK 那 雖然說 就是 GDB它其實不算是一個組織 它是一個就是 鬆散 然後看大家想幹嘛 有一個 專業運動 那其實可能有 有一些時候 可能還是要決定一些事情 譬如說 就是上一次黑客送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投票 譬如說 最佳專案的投票 那 獲獎的 對我們就可以獲得Costop的投票 所以在這邊有人是拿這個 我們這 上一次的門票進來 有嗎 沒有 都去聘別的Session 因為 OK 那 所以我們就找了半天有一套 叫做動民主的一個系統 這個機制 我覺得還不錯 那 它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嗯 我們現在目前的民主 就做投票 就是 你就是 一人一票 然後 你投完的是選一個 譬如說代議 立法委 它是代表你的意見 那你四年才能投一次票 那 那動民主它的想法是說 其實你應該可以隨時更換你的 意見的很多 好 而且其實根據議題的不是根據人 譬如說關於能源的政策 我相信是 它可以算我們一票 它的票可以算多價我們一票 好 那 像這個例子裡面是 先說 嗯 在 在Public這個domain裡面 然後 有一個叫沙鄉的主題 沙鄉的主題 我相信那三個人 好 那 這個設計是 這個叫Piery Feedback 就是海盜 海盜的東西 那它的設計是說 你的這個preference 是一個 是一個 你講是一個list 是一個preference list 就是說 我相信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之中 按照這個順序 第一個有表達意見的人 代表我的意見 OK 那 所以 所以就變成是說 你可以按照議題 按照主題 去說 誰可以代表你的票 好 所以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來實驗看看 然後來 就是說 左邊是 合適之後到底要怎麼樣 只要改建成太空發射基地 獲得大部分的贊同 好 那這個系統還蠻有趣的地方 是說 你提出的一個 就是可以被投票的選項 就是 你不能說 呃 我們現在來討論中午要吃什麼 你必須一定要提出一個方案 好 所以 你一定說 我們等一下去吃 A餐廳好不好 A餐廳好不好 你不能說 我們現在來決定要吃什麼 提議的人一定要提一個方案 那接下來這個方案可以被refine 什麼叫refine呢 就是說 其他人說 A餐廳很好 可是他們只有 呃 五個 五十個位置 我們是不是要限制一下 那個參加人數 好 就你可以針對每個方案提 提建議 然後提方案的人 他可以決定要不要採拿你的建議 然後你可以決定 這個人他有沒有已經採拿你的建議 還是他沒有採拿你的建議 好 所以就是有點複雜 但是就是說 他重點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方案要被投票之前 都應該被好好地討論 每一個人都應該 先在他成為投票選項之前 可以給這個東西 或者是說 現在出來的十三個選項 好 那在投票的時候 他也非常有趣 他的投票是一個preferential voting 就是說 你可以決定說 我喜歡A到B 但是我不要C OK 而不是說我只能選A或B 好 那相信大家都很知道 如果選項只有一個的時候 那很容易會有什麼氣寶效應 或是說啊 動微波之類之類的 那如果是一個這樣子的 偏好順序的Voting 比較能夠找出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哪一個選項 是哪一個 OK 好 那這套系統就是說 當然我們自己 在試著使用 那當然是想推廣做到 譬如說社運團體 或是政黨 那邊要用這個方式 各位可以想想說 之前選舉 不是有人提出 就是都很爛嗎 只要提一個西瓜黨 對不對 就是 那有聽過嗎 就是選票上面有選票叫西瓜 然後你得票比西瓜低的人 就不能當選 OK 那可是 你現在想想想 如果今天有一個西瓜 他 他不是不做私人 他做的事情 都是通過這上面的決定 我們上面決定的 那個西瓜就造作對不對 這樣是還不錯 對不對 所以如果有人要成立科科黨的話 科技科學的舊 那就可以使用這個系統 那因為這個系統 它是 德國人製作 設計製作的 然後 它其實蠻複雜的 那 因為我們在試著了解它的過程 就是 這個過程 中間 就是一般它整個 就是拆解開 就是算文件 應該就是說 use case 這些scenario 文件都稍微做了一下 那可是 我德國人還要等它 目前才討論說 有另外一套系統 就是更多的 討論 然後 我要有代理投票的這個機制 那所以 還是做得那麼重 那等於說 目前這個系統 是立刻可以用的 可是可能有一些缺陷 不適合 general public用 可能比較適合一個 團體裡面使用 所以 那 一部超級它 它也設計了一個 非常媽的的介面 然後 因為本來那個介面實在是非常的 怎麼講 正常人應該都看得懂 何況不正常 那 所以現在這個是說 比較清楚 那 但這個還沒有 input 但是有一些wireframe 然後 backhand有稍微輕過一點 比較容易可以 達到這件事情 所以 有興趣來幫忙 可以 聯絡一下 所以 那這個方向 這樣走下去 基本上可能就是讓 就是說 數位民主這件事情 更齊全 它上面需要的工具 這類東西 比較更完整 就是說公立可以參與討論 像剛剛講到 投票選項 在成為 選項之前 怎麼樣 能夠被大家充分討論 然後 它每一東西的好或壞 都先被捏出來 OK 好 那 最重要的是說 在GDB的運作方式 其實就是分散室 分散室 大家就可以分散 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 早上應該看過 就是 很多 很多的 突翻不及被仔 一開始 其實是有人打錯一次 那 這個 不及被仔還蠻有意義的 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都做的話 那 那你沒辦法把一個人砍掉 然後他就 這個就回來了 嗯 不過有可能是在講說 那個數很多 卡 沒有卡不完 好 好 好 那 嗯 其實 嗯 早上應該跟大家有講過說 Open Source 就我們都很 都很熱情 都很 知道還要怎麼玩 但其實我們真正還是 一個很小的選子 好 那 我記得那個 Tim O'Reilly 他在幾年前 裡面講 有在講說 他做了一個領域 就是說 很像 他的話語言語度 是說 綠能的人員 在所有人員裡面的產量 大概就是 Open Source 就是說 整個 就是說 資訊產業裡面的 那個分量 那 其實 那我在想說 在Open Source 這個 場域裡面 變成說 大家的交流什麼東西都非常的快速 那所以 嗯 Community 遇到的問題 也能夠很快看到說 應該有什麼解法 哪一個地方的Community 其實也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嗯 那 就是有很多 大家已經很熟悉的一些 模式 比如說Release and Resolve 等東西快點放出來 別人才能幫你改 幫你看 早點給你意見 然後還有就是說 不要一直問說 可不可以幹嘛 可不可以幹嘛 就直接做了吧 說不好再說 對不起 不應該這麼做 那事實上那也沒關係 因為 就算你說 改了個Wikipage 那其實 本來版本都還在啊 你隨便亂做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那就是 最多是Reverage 那 這些 像 呃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其實 呃 要怎麼說呢 進展到 人其實有一個 基因是說 很久很久以前 人類最大的威脅是什麼 是其他的人類 所以 所以人 其實有optimize 說 你要去 就是說他會去抵扣 別人是不是對你有敵意 這件事情 是被optimize 所以你非常容易的認為 別人對你有敵意 別人就是隨便講個句話 說 欸這怎麼不怎麼樣 他可能只是 隨便講講 他說對你搞定氣 或是覺得你做得不好 可是你很容易把它抵扣成說 他是不是在那邊放話 有一個機車啦 甚至是說 呃 你可能本來對他就有一些承見 你就不是很像這個人 然後他隨便講一句 你就就會放大錢 那 所以在 open source的卡片裡面 其實我們都 蠻清楚說 你要 順著別人不是真的hostile 不是真的 對你有敵意 大家 就是說 呃 其實參與open source的卡片 你應該就會知道 就是這樣的溝通 是 呃 怎麼說 是能夠 呃 創造一個更大的考慮的一個 一方式 好 那所以這些經驗 其實我們在open source上面 學了那麼多 東西 其實是可以套用在別人的地方 現在 那 呃 不知道我們想做什麼 但是沒有非常確定說 先做黑先做B 然後 可是我們就開始先讓程式回動 然後 接下來怎麼樣再討論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 今天internet 為什麼會是internet 就是說internet這件事情 不是說有一個design 好像說 我們現在要internet OSI 7層 之類的 然後需要一個HDP 或者不是 就是說 反正就是大家知道 我們大概需要這個東西 然後不限定 用完之後 然後說 欸我們把這個東西變 standard 好不好 有點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 我是覺得說 這些想法 以上講的這些 多分數的場用的想法 可以套用更多東西 那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 怎麼講呢 呃 因為我們前面講一些基礎建設嘛 那我覺得這個是 community基礎建設 的一個很大的部分 就是social 的部分 就是說 互動之間的這個基礎 的建設 好 那最後當然還是要說一下 呃 不要再來問說 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做那個 先承認就是沒有人 好 因為每個人都是沒有人的話 那沒有人可以做 就是 anyway 那下個禮拜呢 其實就是 文明大會的一個時候 那雖然報名已經報名 所以 呃 如果有報到的人 就歡迎一起來玩 沒有的話 看有沒有要自己組隊 在某個咖啡店 跟我們圓端 看可以或者是在家人 在線上 看可以做什麼 都還 都應該蠻好玩的 所以今天大概請到這邊 謝謝 有問題嗎 要一分鐘 請問我們 請問我問你說 就是這些 蠻好心 因為 這個工作 是在 各個 各承擔 就是 已經在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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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控制 有什麼狀況 他覺得後續有什麼狀況 其實有一個共用的部分 現在只是先放上去 然後還沒有看人家產生什麼畫面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做這個 的話你知道要做什麼 這個來說 你覺得他應該可以怎麼樣 就這樣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 Jillie你現在等地面那些網站 放在那邊說什麼 人情啊 有沒有一個比較突兀的 程世宇 或者什麼 大家都很喜歡節目 什麼時候 程世宇的部分其實 比較特別特別 那 其實我剛才有想講 這一點是沒有講到 所以我最主要想 接下來就是 就是大概一個 一般的 我會說程媒體會是 在同一個媒體區 在同一個媒體區 那 那這一點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大家就是 關心你這些事情 用的東西很一樣 所以其實 可以把愛的那個互動 都是稍微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 大家會比較注重的時候 是不是知道要 取得API 所以我覺得 當然 效率可能沒那麼好 因為大家用那麼多東西 可是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是蠻健康的 好 那就謝謝大家 歡迎下一場的唱歌 請問一位 請答應 先幫一下 請問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